字幕君 各位好,歡迎大家令您ADI物聯網應用方案尋找 我是安子科技FA瑞亞 今天為大家介紹物聯網結合PN2.5濃度偵測系統 IoT PM2.5濃度偵測系統由Honeyware PM2.5感測器模組 IoT模組與Gateway結合而成 Honeyware PM2.5感測器 是一種採用光散射法的雷射感測器 可對以之環境中0至1000微克 每立方向尺濃度範圍內的微粒進行檢測與技術 即時計算出微粒濃度值 再將數據傳送給IoT模組 模組再將此數據回傳至後台Gateway IoT模組與Gateway使用的微控制器為 ITE8353 具有低功耗、高效能 RISC精簡指令及架構的312bit為處理器 RF收拔器為ADI、ADF7023與ADF7242 有FSK、GFK、OOK等調變方式 資料傳輸速率範圍由50K至2000KBPS 支援無線通訊頻段為2.4GHz、868、915與433MHz IoT模組與Gateway之間的通訊建構在 i321802.15.4 實體層與媒體通訊層上 因應不同的工業應用場合 支援多種通訊協議 例如SixLowPen、Vibi或WirelessHot 作業系統採用適用於小型聯網簽入式裝置的 CompliKi即時作業系統 有效管理無線感測器網路 Gateway具有USB、Wi-Fi以及以太網路傳輸介面 能將感測器資訊上傳到後台雲端平台 具備ATCOMMAN指令 可對感測器裝置進行資料採集 以這個應用方案來說 它可以應用於居家智慧、智慧街道與智慧程式的塵埃側應用 居家智慧 空氣清淨機 在空氣清淨機中安裝PM2.5感測器 讓它偵測空氣中PM2.5濃度值 當濃度值偏高時 空氣清淨機的風扇轉速會拉高 在空氣中PM2.5濃度降低之後 風扇轉速隨之降低 以便維持良好居家空氣品質 電子看板 大賣場、球館、瀾瀾館等大型室內空間設置電子看板 告知消費者目前空氣中二氧化碳PM2.5濃度值 當感測器數值超過上限時 發出警報讓現場管理人員提早因應 最後在智慧路燈上的應用 於路燈上安置感測器 每個路燈偵測該地區PM2.5濃度值 回傳到後台雲端平台 以便偵測與控管戶外環境空氣品質 採用IoT模組帶來的優勢 節省設計開發時間 模組尺寸22x20mm 精簡集成在客戶的系統裡 模組內含數據加密演算法 有效組織有心人士惡意竊取感測器內容資訊 感測器裝置最大連線數目 採用CSMA CA通訊協議可達到30個感測器節點 而透過TSCH通訊協議能夠達到上百個感測器節點 軟體資源能夠使用微軟、Windows與 Linins作業系統上的Close-Compile組合券 與SDK開發包讓使用者進行二次開發 以上是安置科技FAE瑞陽 互聯網結合PM2.5濃度偵測系統說明 謝謝